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又带点熟悉的台湾味 老板的料理手法纵横台日西式等 三五好友一起来 想吃日式或热炒 或者是精致一点的无菜单料理 这里竟然通通有 在南部的一些我们讲说宵夜场 或者热炒店来讲的话 它不会只做单一品项 单一的东西 它可能会结合比较多 大众化或多元化的东西进去 以台菜的原处下去做的话 它也有比较多的面化 因为它有建筑炒炸嘛 它有比较多多元的料理的方式 这道菜本身是我自己在外面热炒店 我去点我都一定会点来吃 我自己是非常的爱吃 我们在制作这道罗肉的时候 其实像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在经过油炸的这个程序 其实会比其他家 大概时间来得久一点 鞭虾的做法的话 它可能下去让它稍微定型 可是我的就捞起来 可是我的做法会稍微让它 比较久一点点 我会把它的水分稍微炸干一点点 因为炸干的话 等一下在我们再下去拌炒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吸附的酱汁的效果会比较好 我们在酱汁调配的话 我们也油用的比较少 然后加上我们这道菜 也没有加到任何一滴水 沙茶要好吃的重点 一定要用一点点的油去拌炒 炒沙茶 沙茶一定要炒过 很多人他只用加 其实沙茶在没有去煸过的状况下的话 它的香味其实不会那么明显 我们家的重点 是朝天椒 还有蒜头配一点 配颜色的大辣椒 我们就只有下蠢米酒 我们要把鲁肉先平均拌匀了 让它跟酱料稍微可以微一下 所以一开始你的火也不能倒太大 不然它酱汁吸附效果会没那么好 然后翻炒 吃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葱跟酒盛糖 最后要起锅前下乌醋 这道老板最爱炒螺肉 是这里热门下酒菜第一名 锅器炒出来的咸香酱汁 完全包覆在脆口的螺肉上 除了刷嘴之外 世家间慢慢散发出来的蜡感 蜡而不麻 甚是过瘾 我们这边也是用日本的备长炭锅 去做串烧 做炭火串烧 那同时有做到热炒 跟做到炭火串烧的店 应该是没有几间 外面的串烧店 它可能因为成本的考量 它可能会选用一些冷冻的鸡腿肉 或者是进口的鸡腿肉 那我们在这点的话 我们是有跟一些串烧店不一样 我们是用新鲜的本地的去骨鸡腿肉 相对它成本是比较高一点 可是它的吃起来的口感 跟饱水度相对的都比较好 那我们再去选用像牛肉 有新鲜的牛肉串 然后还有干贝 然后还有一些猪五花 下去卷葱 卷一些食蔬类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牛五花 剥皮辣椒串烧 那个真的太棒了 那个吃下去的时候 真的觉得有各种层次感 尤其是我觉得牛五花 跟那个剥皮辣椒 味道真的非常的搭 来自高雄的老板晓峰 将南部台味居酒屋的风格 带到了桃园 没想到刚营运就意外的火热 深受客人喜爱 原本只是斜杠性质的餐饮副业 却不得不辞去原本的房地产工作 全心投入 甚至采买的新鲜鱼货 都是自己亲自去挑选 我们是从北部的 的渔场 我们直接到渔市里面去直接 我自己本人去采买 对 然后还有配合一些 日本空运的一些海鲜 对 然后我们下去做制作 所以它的新鲜度来讲的话 其实都比同级的来讲的话 会比较新鲜 因为我一个礼拜平均都跑 大概两三趟嘛 那你可能今天晚上来吃的话 就是我刚好凌晨刚补回来的乳货 像之前的话在牡丹虾还稍微 比较没有那么贵的时候 我们的时候是选用牡丹虾啦 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改用 台湾的腌汁虾 腌汁虾或者是我们进口的天使红虾 然后我们配上日本的北海道干贝 然后再打我们新鲜的鱼种 那我们新鲜的鱼种的话 可能会有红干 然后跟东港的鱼鱼 然后还有鳍鱼 然后还有鲑鱼 然后还有我们配上鲑鱼卵 跟我们本地的酒孔或者是鲍鱼 生鱼片就是新鲜啦 新鲜就是好吃 每一片都新鲜 可以切工非常的好 每一口的住口的口感都非常的舒服 超级新鲜 就是新鲜到会吃得到原来的味道 所以我吃东西不喜欢加其他的调味料 才吃得到新鲜 74年次的老板晓峰 从房地产转站到餐饮院 其实算是一条峰回路转的命定旅程 高中念的是餐饮 大学却念到了自己没兴趣的德文系 在几经思考后 竟先斩后奏 瞒着妈妈毅然修学去 他也真的是蛮生气的 所以他后来也都没有主动联系我 从小真的对料理这方面 有比较多的一些兴趣在里面 那就想说那就不然从料理 这边做做看 从学徒开始这样子 也因为各式餐饮形态都有涉略 而造就了这间多样化的举酒屋形态 从日式串收 生鱼片丼饭 到台式热炒 古早味汤品是应有尽有 再加上轻松的用餐氛围 让来店的客人都非常的享受 每一道菜 老板都经过很精心的设计 每一个食材 每一个配件 都让我觉得有惊喜的感觉 在这边可以吃到台菜料理 也可以吃到很精致的日本料理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让我感觉非常满足 传统的日本料理的话 它其实生的东西可能 一般的刻板的印象块 会认为说生的东西可能会占比较多 其实我们这边就跟完全不一样 我们就可能有用其他的元素 可能台菜元素下去结合一些料理的手法 让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丰富一些 老菜脯鸡汤 其实老菜脯鸡汤是我自己跟我太太 非常喜欢的一道料理 有点比较像我小时候阿嬷煮的那个味道 所以这道菜它叫阿嬷老菜脯鸡汤 我们来说基本上我们都是选用10层 它一定有到一定时间的老菜脯 一般的话最少要5年到10年 带骨的鸡肉下去熬 因为它让汤才会甘甜 而且它本身的油脂就会比较丰富 要有皮油骨汤吃起来会比较润 带骨鸡肉的肉香油脂 与老菜脯的咸香甘甜 在炖煮过程完全释放在汤中 天然无添加的古早味汤品 真的非常适合酒酣耳热后 来上一碗暖心又暖胃 我几乎每次来吃菜色都不一样 尤其是它的汤 我觉得它的那锅汤 每次给我的感受都让我惊喜 除了一般的菊酒屋菜色 老板也会因应客人需求 接受不同价位无菜单桌菜服务 消费方式以人头计算 让您即使是两到三人 也能轻松享用客制化桌菜 像一些无菜单的盒菜 或者是像一些比较高单价的 一些日料的元素 我就把它带进去这样子 因为我们又日料嘛 所以我现在我在我的三明治里面 夹的就比较多 属于日本特殊的豪华的奢华 像说奢华的一些食材 像我们有用A5的河牛 然后日本的北海道海胆 然后干贝 然后鲑鱼卵 我们今天又有用龙虾 我们用新鲜的龙虾肉做搭配 所以它的口感交叠出 会比较有层次一些 哇 看着这些顶级食材 慢慢堆叠而成的豪华版三明治 这食欲也随之堆到了最高点 新鲜现煮剥壳的龙虾肉 炙烧北海道生食干贝 及新鲜海胆 被长炭直火烧烤出的 日本A5和牛 与腌制鲑鱼卵带出的咸香味 再搭配上新鲜生菜 在口中碰撞出的海陆风味交叠 真的是天堂级的感受呢 你根本不可能感觉到说 海鲜可以跟河牛放在一起 我吃到第一口 反不被火车撞到一样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你知道吗 海胆 龙虾 河牛 干贝 一次让你满足 就反不被火车撞到一样 希望大家来被火车撞一下看看 吃起来味道超级好吃 你的味道把我舌头都给征服了 太好吃了 这里提供的桌菜料理 很多都是老板小峰 到处去吃吃喝喝 再带回店里研发出的创意菜色 而且在食材上的追求 没有最丰富 只有更丰富 这道菜是我偶然在苗栗的一家 海鲜餐厅非常有名 这道菜是他们招牌菜 我去吃了以后我觉得 我好希望我店里也可以卖一样 这样的东西好有特色 我就把这道菜 我们稍微再做一些改良 麻油是用真的北港的黑麻油 它的橙色就没有那么黑了 我们家的话我会把它煸到 比较没有辛辣味 金黄色这样子 那当中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油温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它容易焦的话 它容易会有苦味 我可以下我们的松阪酥 下去也是让它稍微有点煸一下 你把它全粘 这时候的火稍微可能 因为会降温的话 它容易连锅 我们稍微把它火稍微收热一点 让它松阪酥又煸出它肉的香味 我们一样下米酒 在全酒制作的黑麻油汤头中 老板还会放入综合菇类与新鲜食酥 让整锅汤头增添不同层次的食材鲜甜 最后再放入严选的大白虾 才完成了这道豪华海陆版麻油面线 像我们这样子大概六七分熟了嘛 我可能在稍微一下的话 我会关火让它泡手 让虾咸 即便你没有马上吃 它虾子还是可以保持它的脆度 它是用纯酒下去煮 然后所以那个汤是甜的 然后不会有吃到很辣的那种姜母的味道 就是很顺口 蜜餡很好吃 你会觉得那个有吸到汤汁的蜜餡 很舒服 这间结合日式居酒屋 台式快炒店与精致无菜单料理等 多重元素的美味食堂 走过路过就是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呢假日中午就开始营业 从白天到深夜 都能大大满足急长路路的您 不过记得哦 一定要提早预约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